来,我们来看这有趣的狗狗 这个狗狗在海边跑,看的是这样 做完可以变这样 那就一层一层来吧 那这背景图呢,又往下掉 所以背景图是一层 狗狗会把它选起来是一层 OK吗? 那这还挺有趣的 那等一下我们背景要换成星空 而且要再换一个效果 这个是一层 那狗狗要把它选起来 就叫,把狗狗选起来,叫去除背景 要把它做去除背景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手法其实都差不多 第一件事情 这个选起来要先拉过来 接下来要一个长方形 把背景来,长方形这个选举区 确定是语化区是零 拉过来的时候 拉的时候当然是这样拉 拉的时候是这样拉 可以调位置 可以调位置 那再对一下吧 那等一下可以来做这个 那选到哪里 整个印度选到了 背景左边狗狗这边的距离 再check一下 再大一点好了 如果不要重新再选一次 再选更大一点 因为等一下可以透视 透视的话就可以上面小下面多 至少先拉到这样倒是没关系 来,接下来呢 选完以后呢 有没有加描边 有 是不是加白边 没有印,加白边 你们前面错过 来,再看一下 按右键可以做什么 笔画就是变成白边 白色的 选这里白色 那到底要多大 二太小了啦 那从内部才会是正方形 如果这个周围又圆角举行 我选内部 从内部开始往内填 十个像素白色 按确定 那其实想告诉你 这样比较不好 也许我建议你应该加个图层 白边加在这里 这是玩Photoshop好些 我就后来做完后悔了 马上带一次吧 白边 十,白色加在这里 所以呢 如果这白边设得不好 随时要删掉可以 好像还不够粗 太细了 来来来来 Ctrl D后悔 按右键再加吧 你问我多少 我想告诉你 每张图属性不一样 不一定是十 失误看看吧 好来 那接下来Ctrl D选取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来看一下 呃 拉一张图 拉一个过来好了 这个呢 在这个白色外面要把它清掉哦 眼睛先关掉 白色外面 我使用什么 魔术棒工具 第二颗 魔术棒工具专门来选背景样的 我现在点 我想跟你在这里选 在这里选 眼睛关掉 眼睛关掉 看一下 有没有看白色在这里 我现在如果点外面的话呢 就是选到除了这个框框以外的东西 透过这个来帮忙 再切换到这里来 现在在这里哦 按Delete 这个 那就搞定了 好在Ctrl D选取 我在这里选呢 来Ctrl D选取 来眼睛关掉 看得懂 如果点白色就选白色 如果点里面就选里面 如果选外面就选外面 透过这个图层 帮我把白色框外面选起来 再切换到这个图层来 眼睛打开 再按Delete 我目前在这个图层工作 所以现在看到是当这个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请你把狗狗选起来 选完这时候要先记得哦 今天要先取消选取 把狗狗选起来 这样视觉会有误差啦 请你把这个往上提吧 这时候就要做去背 去背当然首选是谁 这个 Ctrl加放大一点吧 来开始选了 这只狗狗其实难度还好 这只狗狗其实不会太难啦 按着Caps Lock 我可以看到笔头大小 这里 现在是哪一个 要确定是加 再把它加过来 加选取区 到这里到这里 等一下还是要做调整呢 这个狗狗在这里 那这个拉 超过了呢 到这里 那不好的地方再来减掉 把Ctrl加放大 这地方是选不好 接下来 展开来 我比较习惯这样签 接下来我大概使用 这个多边形的套索工具 来 这时候去减掉哦 减掉这个 一开始选这个 增加选取区 减少选取区 这是交集 交集很少用的 来 点这里 点这里 把这地方减掉 点点点 点点放开 减掉这一块 好按两下结束 来 按着空白键 又变成手 待会要把中间这个地方 要把它去掉 这时候又是来 再来点哦 点一下放开 点一下放开 这过程其实你都学过了 你都学过 那狗的阴影都不要连进来 这边就点点点点点点掉了 按两下 这个就去掉了 按两下结束 来 接下来点这个 点一下放开 来 那还是想跟你讲一下 你点越多 你会越细致啦 我们没有点到那么多 因为这是做练习以后 按两下结束 好按两下结束 来 空白键移过来 那这个角不见了 加 把这点一下翻开 把这个角的地方 我觉得要选到这里来 好 按两下结束 然后再剪掉中间这一块 又是剪 所以旋律序常常在做 剪剪加的动作 点一下放开 这样我觉得比较不会累的 不会像套手工具 要手要压着不放 我一直点 那是很累的事情 其实选到狗就好了 那个 硬中间这一块 按两下结束 来 再把硬也去掉吧 点一下 这个硬我也不要 就狗狗 按两下结束 来 空白键 检查一下边边吧 哦 这里有一些 还有一些不要的 剪掉 剪 点一下 放开 按两下结束 这里有一些 把这个阴影的地方 好 来 这边再加回来 角色里不见了 按两下结束 来 空白键压着 检查一下 看起来 差不多 这里 再放大一点 耳朵这里 耳尖的地方 这边不够 再把它加回来 点一下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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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按两下结束 那这里呢 好了 再选一点点 按两下结束 空白键压着 又拖曳了 这一点方式 好 Ctrl键 加1 就回到 原图了 这个 那这选起来的时候 选了半天 好辛苦 提醒你 按右键 把它储存为 预设 不给名称 就叫Alpha1 就会在 色版的地方 对不对 那接下来 把这个选择 回到这里来 CtrlJ 或者 CtrlJ 看一下哦 目前选完这里 CtrlJ 关掉吧 可狗狗就选起来了 所以我们刚刚那时候 哦 这里没有那么细致 那没有细致 老师这样选得很烂耶 可以啊 可以啊 在做什么 这地方就谁来帮忙 橡皮擦啦 橡皮擦点起来呢 好 就开始瞄掉啦 这里瞄掉一些 才不会看起来 这样蓝蓝的 那笔头大小呢 我们刚不调笔头大小 再小一点 所以玩Floashop 也就快速 还是要背一下 这样等一下才不会 耳朵旁边蓝蓝的 好 这里 那这个地方 我们刚框框的地方 框框的地方选起来 框在这里 这里啊 那接下来呢 好来 就这个 这个白框跟这个裁切过的哦 这个裁切过的 这两个要合在一起 按着Shift键连选 按右键做哦 把两个变一个叫合并 那我比如说它要扭曲哦 对不对 扭曲的时候呢 就叫变形啦 这个图人 它不是选取区 变形在这里 我们用透视的方式来做变形 透视的方式来做 透视的方式来做的时候呢 那这边在变的时候 其实还有点小问题呢 这狗狗在这里呢 等一下你在变形的时候 其实狗狗跟着变呢 所以待会应该把狗狗还在去掉 我们现在狗狗还没去掉 所以待会变的时候 是变这样 当你把狗狗叫回来的时候 其实 把狗狗打开来 好 按线确定 你看一下吧 确定 有没有看到两只狗 不行 要把狗狗先去掉 来 所以步骤记录呢 我们就回 回到哪里来 回到下面 这里 先不要合并吧 先这里先处理一下吧 我要先把狗狗去掉 狗狗去掉怎么去 在这里 已经打开来给你看 目前在这个图层 这里 狗狗去掉的时候 删除呢 这使用哪一个 套索工具 来看我剪吧 太多了 Ctrl D取消选 我要把它选起来 海边的时候 对海边 按Delete 那Delete空白的时候怎么办 Ctrl D选取 接下来 就来 刚不用Ctrl D 把这边空白的地方选一下 编辑填满 填什么东西 内容感知 请你帮我深测这海边 填给它 来Ctrl D取消选 接下来 再一次 为什么不一起选 因为上面是海 这边是那个的 不一样东西 所以呢 我在这里再选 你看完在选的时候 我也注意哦 我是沿着这个呢 好 按Delete Delete完以后 再重新请他帮我填 填什么东西 编辑的 填满 内容感知 请你帮我运算吧 来 接下来Ctrl D选取 接下来 再把这地方再选起来 Delete 然后呢 内容感知 其实在填的时候 我建议啊 那种感知 在填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增加外框线 给它一点 它会帮你算会比较好一点 我刚刚是直接在我旁边 有没有看到这个线 好来 这样 其实这样填飘 你可以看一看 编辑的填满 内容感知哦 请他帮我运算 诶 这样就比较像海边了 那刚刚看看 有没有看到这边 老师 这里有白线耶 我刚在填的时候 其实没有填的很细致 再删掉一次给你看哦 选取来删除的时候 你要重填给它 它应该怎么填 要重填 要重填 要重新填给它 请你什么 比它大一点点 这样它比较好运算 就不会有旁边的轮廓 你看懂吗 这是不太一样哦 再填满内容感知 它自动帮你做运算 来Ctrl D 等一下就不会有白白的线 你看见白白的线吗 我再来 会有什么 再做一次哦 当你把这狗狗要删掉的时候 我希望内容感帮我填哦 删掉的时候 把这块请你帮我删掉 你直接删掉的时候怎样 不可以直接填啦 Ctrl D 要怎样 请你再选比它更大一点的范围 你看见了吗 这时候呢 再来编辑的填满 再填内容感知 它帮你填的效果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就不会有像刚刚这边的白线 这我想告诉你它的区别 所以其实完掉就蛮细的 来 那这选完之后 这两个框在这里哦 框在这里 框往下移吧 往上移 我们框在哪里 是在这个 我刚填的是填到这个图层 来 那在这里吧 点到这个图层 来 一样再点这里 点到这个框外面 然后再 点这个图层 把它delete掉 现在这个了 现在变成这个了 Ctrl D就要选取 接下来再把这个做 变形 我也是先把它全部讲完 对这个透视效果是怎样 当你拉左边 那两边是对称的 你有看见吗 如果拉成这样哦 拉成这样 再来点 确定 来 Ctrl D后围一下 我们刚忘了做一件事 要不跟那个白色的框要合并 先取消一下 这个 框跟那个要合在一起 这两个 按着Shift键 这时候再来做合并 那接下来再来做透视 透视就是编辑的 变形的透视 来拉一下吧 这个 哦 也可以下来一点 这透视左右这样的 这个 不够高 先按确定好了 那接下来再来变形 取消 来 这个图层 再来变形一下吧 你可以用扭曲 要透视出来了 那我再让它低一点点 我觉得 好 扭曲来拉好了 四个脚往下拉 我希望它躺平一点点 这样透视效果 拉完又记得按确定 然后再把狗狗叫出来吧 哦 那我们狗狗刚硬 其实忘了选硬给它 其实你可以再补硬给它哦 你可以再补硬给它 那怎么办 硬再选一次 我刚选的时候 把硬略过其实不好 硬应该留着看比较真实 硬应该要留着 硬应该要留着比较真实 这个在这里 那这个图层在这个地方 那目前这个眼睛关掉 这个 这个 那背景给它 这个加起来亮光不是在这里吗 那背景再来给它一个吧 给它 我们先给一个空白的背景 来 拉到这里来 加一个图层 先用渐层射好了 渐层射 渐层射 渐层在这里 我去拉星空的背景 星空的背景在这里 好 星空的背景挑一个 好 我先选这个好了 下载的地方 这个下载就好了 回到Foloshop来 要把星空的拉过来 在下载区 刚下载这个 拉到这里来 放开 它要调大小 我跟它调的一样大 跟画面都完全样大 调完以后呢 再按Enter键 没有样大 上面有白白的 在这里 好 再调大小 Ctrl T 再调一下大 超过Dream 按Enter 确定 好 把这个拉到这里来 那这个 这个要改成什么 混合模式改成 绿色 绿色的时候 在从移动后 我可以移动位置 可以做旋转 可以做旋转 待会影音我们再来加 Ctrl T 移到这里来 移到边下 我可以做旋转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效果 是可以加一些奇迹怪怪的 小一点好了 先确定 再来Ctrl T 要调大小 调大小 调位置 这边都可以调 所以刚刚你看那些绿色光 都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调整它 所以看起来好像狗狗跑出来 那在做时候 也许这个不要 我们要换这个好了 换这个效果 这个你也可以再加一点 这个是可以再加 可以再加一个图层 加什么的 可以让它模糊 这个图层不要开起来 到这里就好 对 那可以 再 加一个 这背景还是比较OK一点 这边可以自己加背景 那这个图层 不要再把它删除就好 好 那这个光映在这里 你可以随时去移动位置 可以再调整方向 再做旋转好了 我觉得再做旋转 一到边界来 变成弯弯的时候 就可以来做调整 看你要做在什么地方 这个 星光的地方 就可以做拖映 那这狗狗有点像跳出来 那可能我刚刚没有 没有把映 映选到我可能 如果再做的时候 我可能会移到这里来 再把这狗狗 我可能会再选一次 这次选的时候 连映给他 那这个录影呢 我们就不再做 等下我会再来补习 再做这些事情